倒入小龙虾 不行了,这个感觉不多 爸,我能挨点小龙虾 哼,又多酸了龙虾了 嗯,今天地也会做 这多少斤啊? 20斤 这东西洗开了,可麻烦 真是冲啊 算是吧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去市场买了20斤小龙虾 咱们明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把头点掉,里边的脏东西去除了 把小龙虾的腹部用刷子好好刷一下 小龙虾已经清洗完了 咱们现在做油炸一下 锅中做油 提成油温,炸一下 咱们现在准备点辅料 把这个大蒜拍一下 把这个大蒜拍一下 提前把香料泡一下 葱段 姜片 香菜 洋葱 把干辣椒中间切一刀 诶,远哥,那今天做啥好吃的啊? 麻辣小龙虾,这个厂开车 买了20斤 锅中做油 放入葱姜蒜炸香 香料 放入麻椒、干辣椒 放入一勺皮鲜豆瓣酱 哇,真香啊,这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嗯,老出来了 再放入一块火锅料 倒入啤酒 汤里边放入盐 胡椒粉 鸡粉 生抽 汤开了锅以后了,让它熬一会儿 再放小龙虾 汤里边再倒入点麻椒油 倒入小龙虾 小龙虾开锅以后了 煮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小龙虾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汤里边再泡一会儿再吃 麻辣小龙虾 今天是来着了,解铲了 今年第一回吃吧 今年头一回 开始 出了昂,今天要 个头真大昂 行了吧,今天这味儿 行 好吃 我还愿意吃这个麻辣这个 今儿更爽 成背的抱紧 找得地昂,老爷 那吃烧烤这个,拍着这个压子 那吃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最鲜美的肉了 这比尾边吃的可大多了 切里边还有点肉 越吃越辣,越吃越辣 这点鸡昂 就小会儿 进不下来是不? 好,还来一会儿 冬冬冬,少点东西 咱们这么个吃也太粗犷了 夏前里边不吃小龙虾 肯定不会不完美,知道吧 那是 这一家盘在外边吃的话,估计叫做千八百子 今天算是来着了,真香 远哥 不行啊,这个感觉不多 或者我还抵着给你们做 吃过几天,上几天 吃了几分饱了 按五的肚量 也就是四分饱 对,就是吃个味儿 最后吃瓜子量 对,喝瓜子量